各位朋友 今期的新月圖 我就不会照顾新月圖去做一个总体的升盘分析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这段日子更加需要注意 更加很大的危机 说真的 去到一个危机的层面 在我5月17日凌晨4点35分 其实我已经是出post 广告了 什么详程呢 我在这些post 的文字欄 文字欄那里 我会贴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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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 方便你们去重温 说到我的post 的文字内容 其实大家要知道 我很多的post 是图文 星并某的 有时候有照片 有时候有视频 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文字 因为始终文字是一个很重要的沟通的媒介 可能到现在的电脑世代 大家都是习惯了很视觉的人 或者是经常去听声音 但是不要忽略了文字的重要性 因为最近竟然有客人跟我说 他不知道我是在做一个campaign 他已经是去振兴黄政经济圈 去帮其他的黄店 是一个有这样的优惠的 campaign 他说他不知道 但是我说 其实我在我每一个post 差不多每一个post 的文字里面 都会说这些东西 他说 我不看文字的 帮不了他 所以同样在这个post 的文字里面 我也是解释了 因为真是很多谢大家的信任支持 我算命的客人已经排到王国了 为什么我要强调算命呢 因为塔罗是占卜 大家都知道 塔罗占卜是从来不会拖人的 我都是即日搞定 就算你说你太晚的话 我就第二早起床去搞定 但是算命的客人是要排很久的 然后因为太多的责任 我就做出一个很沉重的决定 就是要取消未来这期15个月的新闻 但是其实这样说 我现在说是要取消的 但是如果我在这两个星期左右 我可以强调算命的客人 我寧愿到时有空限去出回15个新闻 那到时这个会是一个 bonus 明白吗 我寧愿是有一个先益后扬的一个状态 令到大家的情绪 不会说给大家一个希望 但是最后就失望 我寧愿让你们失望 如果到时真的做到就会有一个很开心的结局 但是anyway 我又这样想 因为我今年都在这个星运 很多的模式 很多的制度都变来变去 所以我又不想说 今期又好像无端端剷走15个月的星运 是太多的变动 我会觉得好像有点麻烦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个事实 因为这个世界上 知否世事上变变万元是永恒 所以其实很多的变化是一个进步 是一个改善 而不要觉得我在这里五次花六次变 所以我这样说 我又不要说完全一刀切走 来到15个月的星运 但是根据这期初一的星运的帖文 最高赞数的三个星座 综合所有平台 即是包括IG 综合所有平台 最高赞数的三个星座 我下期十五万月的星运 我四都四出来 无论我多忙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承诺 如果说到赞数的话 Facebook的朋友记住 要给红色深 不要给蓝色手指公 第一 然后第二 就是我想说 我想说 哦是的 但是完全说话 都要过了20个赞数 因为我当你们每一个 都是给一个赞数 两个赞数 难道我只是做给最高的那些 头三位 他们就只有两个赞数 明白 那个受众都没有 只有三四个 就是做例子浪费 都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好了 最后 虽然我一开始说了 不会就着这个星运图去做分析 但是 不说还需说 因为毕竟我都已经是 搞了这幅图回来 但是我说得很快 OK 最重要就是这些蓝色的线 三分线 就是和日月相合 就是这个新月 形成了一些很紧密的三分 尤其是在水瓶座 这个逆行的土星 这个庙位的土星 然后 大家看看下面 这条IC这条线 IC轴 同时是合金水 合得正一正 和金星是逆行的 就是其实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这个农历润四月 会有很多 争遗产 婚生家 离婚 兄弟姐妹 决裂 一些家族的斗争 这些东西 希望大家可以 生活愉快 但是最重要 都是 要看回文字内容 那个link 在我5月17日凌晨 4点35分 出的那个post 是有一个非常高的危险性 希望大家会平安大吉 上升金牛和太阳金牛的朋友 在这个农历润四月 嗯 嗯 那个自身正体运势 是这样的 有一些 新的功力 是的 而令到你会感到恐惧 是的 因为 就是 当人 永远 是 局限在一些 旧有的 那个知识层面 那就是这个 就是永远这个同温层里面 你会觉得很自在 很舒服 是的 好像什么东西 你都完全知道 但是 当有一些 新的资讯 是的 或者你一些新的 一些 价值观 是的 念头 去蒙起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真的 完全是mind blowing 是的 完全就是 我告诉你们 是的 这个农历润润 就是完全有一些 很mind blowing 的东西 OK 是你们一下子 接受不了的 是的 他不是说 一些什么消息 可能你们 touch wood 有一些很深爱的东西 生来死别 谁走了 不是这些 是的 或者不是说 哪一个狗官 死了 OK 就是这些 当然是很开心 亦都很震撼的 是的 但是 不是说这一种 的冲击 而是一些更加 基本上的思想的 思维上的 很震撼的 那个冲击 是的 which令我想起什么呢 我想起 呃 臥虎藏龙这部戏 是的 那时候张子儀呢 他不是跟了 鄭佩佩 当然我不记得了 他的角色的名字 张子儀跟了 鄭佩佩学武功 但是话说张子儀就识字 那他 然后 鄭佩佩就不识字 所以张子儀 其实呢 他的武功是 早已超越了他的师父的了 是不是 那个什么 九美银湖 不知道什么 什么 湖里 是不是 鄭佩佩的角色好像是这样的 是的 那张子儀他曾经说过 他说师父 当我发现我的武功超越你 因为他自己 可以学得更加多 他自己懂得看那些 武学秘笈 他就留了一手 不告诉他师父 是不是 他说当我知道我是超越你的时候 他说我是很害怕很害怕 那种害怕法 你们自己代入一下 金牛 是的 你们就是有这种这样的害怕 OK 所以呢 但是呢 我有引用另一部戏的说话 就是王家卫的一代宗旨 是的 咦 又是张子儀 为什么整个都是张子儀的 张子儀的 是 张子儀的 是 那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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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龚家 是不是龚家七十二手 是的 他们那个功夫 那个派别 是不是姓� Anyways 张子儀里面那个角色的父母 就说 寧可一思进 莫在一思亭 是的 就算有时候一些idea 是令到你们感到很恐惧 但是你们仍然要去继续 将这个idea去发酵 你们要去正视这个新的观念 没有东西值得你们觉得恐怖 就是你想想 其实现在这种恐惧呢 就是好像我当 我以前有那个enlightenment 是的 那个思想啟蒙时代 是的 或者一些人可能他们第一次去质疑 究竟有没有神的存在 有没有造物主的存在 就是诸如此类 当你们有这种质疑的时候 其实是很震撼的 你们也不敢去跟别人说 但是你们真的 宁可一思进莫在一思停 OK 即是 我说了这些这么久 这么圆虚 这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其实尤其是应用在哪里呢 是你们一些生活里面的一些 行事作风的一些做法 是的 我不如打一个比喻 我做一个切身的分享 好吗 是的 大家都知道我塔尖暖林 是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务 是的 塔罗尖博已经是老本行 是的 由我第一次开始做 但是之后呢 就不断去加了很多不同 种类的服务 去服务大家 是的 有时经过很多客人的不同 反应之后呢 我才发现 咦 原来这些服务 有些地方是值得一些加加减减的 是的 可能有这一部分 其实大家不是这么需要 或者这些部分 是要做一些更加不同的东西 去细拆 才令到大家 是可以 就是更加是 享受到他们 合用的服务 是的 for example 是这样 然后其实 每一次我有这些新的 insights的时候呢 其实我又觉得很烦 很怕的 啊 即是其实我之前有些template 我要全部转过了 我全部那些 可能price schedule 那些东西 要全部转过了 很多东西要重新搞过了 是会害怕的 会觉得 不如我 不要理这个新的insights 可能不是真的呢 可能我想多了 OK 是的 但是 最后都是会做了一个转变 而是令到 整个服务质素更加好 是的 那我希望这一个 就是personal的sharing 可以令到你们 都有一些insights 究竟要怎样去应付自己 不是说应付 怎样去康大自己 一些新的insights 是的